这个问题来判的 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 有去卖你的嘴巴带后果的书是通过的一个试别来判断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偶像的力量非常巨大 在全部演讲的过程当中也说过 这个小凯推荐的书马上 虽然大家不是很知道 可是立马这个眼睛啊 或者是尽量增量的谈判 它有一个词叫泛随爱豆 大家听错过吗? 没有 就是说现在用偶像的力量 带着那些喜欢他的人来做同样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小凯这一点做得特别好 对于你的粉丝来说 你想把你自己上的一个正文单推荐给他呢? 主要是粉丝比较好 他们自身就比较好 我只是比较好 我像他们说 想害怕你们哦 这个粉丝对贴心对不对